嗨,大家好,我是东尼 今天要来分享白酱的制作方法 白酱的用途很多 可以来煮浓汤,煮意大利面,做焗烤,做酱料 下次我再来分享白酱延伸的运用 那我们就来看白酱的制作影片吧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所需要用到的材料 奶油30克 面粉30克 牛奶500cc 鲜奶油100cc 起司丝20克 锅子转小火下奶油 融化后下面粉 炒香炒散 牛奶分次加入 边倒边搅 使用打蛋器做搅拌 牛奶加完之后 搅拌到没有结块的颗粒 就可以加入鲜奶油 起司丝 继续再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开中小火 煮到滚冒泡 就完成白酱的制作了 以下是重点提示 白酱比例大约是 奶油面粉牛奶1比1比15至20 没有新奶油的人 也可以全部用牛奶做代替 开始加入牛奶之后 建议使用打蛋器做搅拌 这样在搅拌的时候会比较好搅 比较不容易有结块的状况发生 一开始一定要小火融化奶油 火太大容易会让奶油焦掉 因为奶油不耐高温 起司部分是个人喜好而做添加 也可以不加 最后在等白酱滚的时候 一定要不断的去搅拌它 因为不搅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底部焦掉 如果发现有颗粒没有搅散 补救的方法可以使用果汁机 或是食物调理机 打均匀之后再把它煮滚 那以上所有的食材都可以在超市 或是烘焙行做采购 还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如果觉得不错帮我按喜欢 并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追踪我的FB粉丝团 如果想看我分享什么料理 欢迎下方留言哦 我是东尼 我们下次见 拜拜